六十歲改為六十五歲的答覆是我們建制派支持的 對這方面我們是非常驚訝,亦是強烈不滿的 民建聯方面,其實在政府提出2017年提出這個新措施 即是他們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2017年1月26日去信給當時的處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先生 表達我們對於這個年齡由六十歲改為六十五歲的中緩年齡表示反對 而政府方面,2017年2月在2017至2018年的財政預算裏面 福利綱領提出的所謂準備將領取中緩合格的年齡由六十歲提高到六十五歲 而我們民建聯方面,2017年4月12日在這個財政撥款異讀的辯論當中 我本人代表民建聯是對於長者中緩新領年齡調升到六十五歲 以及鼓勵年輕長者就業支援工作的一些建議是表示不滿的 而政府在2018年至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福利綱領域中,社會保障在2018年至2019年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提到 把領取長者中緩合格年齡由六十歲提高到六十五歲 意思就是本財政年度去落實有關工作 這就是剛剛特首提到我們支持的其中一個方面 我們民建聯即時在2018年4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我代表民建聯向政府就住六十至六十四歲年齡的支援提出質詢 當中就提問到政府會否考慮長者中緩合格年齡維持在六十歲 那麼2019年就是剛剛過去的上個星期一月七號 政府就說會進行這個相關的政策 而我們也即時回應了對這個政策的不滿 所以特首說我們支持他們這個新的政策 我們是強烈不滿的 也希望我們繼續會就住這個中緩的年齡 調升到六十五歲的政策 繼續向相關部門包括勞福局提出我們的反對意見 亦都會再次約見財政司表達我們對於上述的一些說法的錯誤的建議 亦都是要求他們更正過來的 各位傳媒、各位傳港市民 我想民建聯由2017年到今刻為止 都是很清楚向政府方面表達了這個 由中緩是由六十歲調升到六十五歲的安排的 這個是始終如一的說法 完全就不是剛才特首所說的那件事 第二件事我想我重申不滿 其實在過往民建聯就著這個政策 是多番跟相關政策局談過的 所以剛才你看到我也特別告訴特首 政策的同事是怎樣呢 是左以入右以出 你有意見說 意見聽 意見接受 照做法就照舊 其實這一個相對就著我們香港 大家最關心的長者福利政策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促請特區政府 是要再進一步就著這個問題去處理 另外第二個不滿就是我們覺得特區政府 在這個安排上面是沒有全面去做一個諮詢的 政府經常強調很多政策 它都會落地去聽市民意見 為什麼這一個這麼關乎到我們長者 社會上面認為需要關心的一群 的老友記 它完全是漠視了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不能接受的 其實在這個程序上應該在這個新措施實施之前 要去回福利事務委員會再諮詢 但是政府就繞過了這個程序直接去實施 在這方面我會和我們的同事會入信給福利事務委員會 要求政府來回這個 panel 是再諮詢大家的 我也覺得補充兩句 我覺得特首今天的說法是非常之不公平和不公道的 我覺得他們誣蔑我們建制派議員 你支持了財政預算案 就等於支持了財政預算案 每一個細項 其實大家都知道財政預算案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其實每一個政策很多時候我們都要求 尤其有爭議有反對聲音 我們都會要求再作諮詢 再來不同的委員會財政財委會再談 跟著才再通過 這次我們剛才幾位議員都說 其實我們已經是民建聯多番強烈去反對 但是其實官員似乎並沒有把我們的反對聲音 就告訴特首聽 我覺得特首這次是掌握不了事實的真相 他不知道原來我們有很多議員 尤其我們民建聯 是反對這個政策的 所以他今天在大會上 作出這個行政長官大運大會上 作出這個評語 我更加驚訝 我們都覺得對我們是很不公平和很不公道的 我們必須要作出一個澄清 我們都會再次要求特首重新考慮 希望拿回這個政策回來 我們立法會再重新商討 另外我會覺得特首真的要和他的問責官員加強溝通 兩屆的局長究竟有沒有把我們民建聯的反對聲音告訴特首 如果沒有的話他們的溝通可能出現問題 我補充兩句 如果說支持預算案就等於支持將這個縱援金的年齡加到65歲 這個是不公道的說法 大家都知道之前有一個預算案是一籃子的政策措施 撥款 我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是對於這個縱援金調升到65歲 是持一個反對的態度 李慧琼主席也都多次在公開的場合 在達文大會裏面問特首 是否可以將長者福利的年齡是降到60歲 這個是清清楚楚民建聯的立場 我們支持預算案因為我們不希望出現財政原涯 而今次縱援金調升年齡的事件 政府是避開了做公眾諮詢 是避開了去事務委員會裏面 偷偷地將它放在財政預算案的內容裏面 叫我們這樣去支持和批款 其實是有一個非常之不公道的做法 第二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說拿不到長者縱援 你可以拿一般縱援 你可以去做事 有其他的職業的補貼 這個是不了解事實的情況 現在六十到六十四歲 去做事的老人家 只不過是不夠一半 就是說很多老人家 他可能是身體上面 他負擔不了 精神上面有負擔不了 或者他是身體上面有些殘缺 也都是沒有能力去做 所以他才被迫 去拿這些長者的縱援 那對於這些人來說 你叫他回去職場去做事 未必會有人請 他也未必有能力 那到底是否了解到 現在六十到六十四歲 這班老人家 實際的生活情況呢 所以我覺得 政府這個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不掌握 現存在職貧困 或者現有 拿著縱援的老人家 他們一些生活的慘況 好 接著 張詠信議員 我們同事先說 我講完簡單一句 我想我們都非常清晰的立場 其實對於長者的縱援 是有個需要性在這裡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 過去剛剛由特首宣布之後 過多星期 我們收到不少的長者 向我們查詢反映 是有個擔心在這裡 其實縱援 他們長者都很清楚 是知道有需要的時候 才去拿 其實各自的個案 都是有實質的需要的 現在這樣的調升的話 對於很多 現在的縱援的人士 都是實質有影響 還有我覺得 特首似乎 是更加不掌握到 現在職場的問題 你知道很多的公司 其實現在仍然是 寫明60歲 就是退休年齡的 所以如果 如果政府真的要 改變這個政策的話 其實他都要 跟商界去商議 大家都要將退休年齡 提升到65歲才公道 也都才可以解決到問題 否則你現在很多60歲 你一定要退休 一定要走 離開了工作崗位 其實未必可以馬上找到工作 而你將這個政策改了之後 他們即時是否沒有了一個依靠呢 我覺得這個難怪 這麼多長者都投訴 市民會覺得政府 對長者是不夠關愛 好 有甚麼問題 其實問醫療院 在審完這個 有否留意到這一行 我們剛才不是說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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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當時有差不多 超過40位的電力派 是支持那個 這個狀況的 那麼 是否逮捕他們 是否逮捕呢 我再次說一遍 因為他們的預算案 17年已經提出來了 1718的財政預算案 當時我們已經在 在辯論當中 已經提出了我們的反對意見 但是剛才阿赫勤也說了 因為財政預算案 他一大批拿上來 我們如果收定它 任何一項 都會令到整體的財政預算 是會處於一個財政懸崖的 所以我們呢 是被迫 會是成份通過 那麼這個呢 如果特首作為 這個情況下 說我們去支持呢 這個說法呢 就正如阿EQ說 他是沒有清楚 知道我們議員 在說什麼 那麼也都呢 我也都希望 也都呼籲特首呢 真的要找回他 局的同事呢 去了解清楚 究竟立法會議員 究竟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當時 包括 剛才阿赫仔 都已經 為我們的市民 講了聲音了 我們是 對這個措施呢 是不滿的 是反對的 亦都市民呢 是沒有辦法可以 接受得到的 但是他都 不聽 那麼其實呢 會不會因為 是這樣的情況下呢 是硬去推呢 那麼而且呢 是繞過了 立法會應該有的程序呢 我們覺得這個是不妥當的 尤其是這個 這麼爭議的一個項目 是 我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對財政預算案 整體是要支持的 因為這個是市民 整體市民的福利來的 不是一個單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 我們表達了意見 也都希望政府呢 真正為民生去處理 應該是要他去修訂的 而不是我們去修訂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原則問題來的 就是一些有爭議性的政策呢 是應該去回事務委員會 甚至是要拿撥款的應該去財務委員會 就不應該將這些東西呢 是捆綁下去一些重大的 施政報告啊 啊 財政預算案啊 這樣呢 去混水摸完 那對於整個議會來講呢 其實是不公道的 按理一下 那就是這樣 他們說的是 其實呢 會持在暴力 不是我們在暴力 說的是 你自己想請 我們想請 望 今天我們 是非常想說 得到 他們說 我們說 因為我們支持 我們支持這個計劃 我們支持這段 是很 unfair and incorrect comment 因为 DAB, as our other legislative councillor have mentioned, we have in many times, in many occasions in many meetings, reflected our opinions and our opinions about this policy. DAB strongly object this policy and we don't support this policy. I think this is very clear. If the chief executive cannot clear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means her communication with her bureau official may be a failure. So I think the chief executive have to discuss with the bureau and also we think that for this kind of policy, whenever there is some a lot of comments,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lor usu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is policy to the related panel and committee to further discuss before the policy implemented. So this this time, we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has made a trick that didn't put put forward the proper procedure before they implemented this policy. Why is it wrong to say that when you support the budget that doesn't mean that I support this certain item in the budget because you support the whole part, right? should the expansion can be responsible for the question through this policy I think everyone understand that the budget is a very comprehensive document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policy and different budget proposal in one budget plan. We support the budget because overall the budget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citizens and overall the budget is not that bad.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all the single item of each policy written in the budget are fully supported by all legislative councillor 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example, this policy we, DAB, oppose this policy and we have mentioned in different occasions including the budget debate that we cannot support this policy So, with a very clear indication that some of us not support this policy To be fair,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is policy to panel and committee to further discuss before implementation What do you think 特首 is willing to fire it to the market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 public, the public, the public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public I don't want to that we know that they certainly are not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not to that they are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or because we have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ublic to the public of the public of the public so they may that they are not to that they are that they are that they are that we can that they are that we will 民建聯議員十分不公道不正確 我們民建聯重申反對這個政策 我們會按照每一個不同的情況的考慮 我們不會作為交換 但我們必須要反映市民對任何不滿意見 向他們講清楚 這是我們的看法 好 謝謝大家